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先生 要是方便的话 咱们可以聊一聊吧 对不起 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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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挺 我再挺 那 那他怎么说 他相信吗 我不敢保证 我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 你早就应该听我的早做准备 你知道吗 再见 小夏 今天有顾客抱怨说 包装纸上面的图案模糊 下一次你在包装的时候 一定要格外小心 花姐 我是想省点包装纸 另外这纸本来印刷有问题 细节决定成败 一张包装纸也就是几分钱的事 可是如果消除了顾客的一句埋怨 那就不只是几分钱的事了 还有 你以后要对店里的东西格外留意 以后这样的包装纸就不要再用了 要随时提高自己的审美素质 是 我知道了 小念 你还有要补充的吗 说到这方面 我是想让周子航过来几趟 给咱们讲讲关于视觉和美学方面的一些知识 也好提高一下大家伙的眼光 好吧 新店开业 就店首业 好 谢谢 大家都辛苦了 不过这只是万里长城的第一步 以后还要大家继续努力 来来来 加油 来 一二三 加油 韦瑞 这是今天最好的大功跑 长头大 陈律师啊 真是太好了 这样既解决了地的问题 又解决了人的问题 你真是跟我们开发区做了巨大的贡献 为我们注入了新的生命 喂 李主任 你太客气了 要不是有你们领导的大力的配合 这个项目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觉得 只要我们可以精诚地合作 这个项目 一定可以取得巨大的经济价值 那是一定的 不成了 好 来 那今天就这样 好 感谢 谢谢 谢谢 那回头 我把合同出完以后 叫助手给你送过去 好 我今后加音 回见 回见 姐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啊 生意怎么样啊 这个 和老练练买书的 带练效应 过去翻了一倍 姐你知道吗 不仅花卖了不少 就和那小插画 每天都能卖两三幅呢 看出来了吧 这就说明啊 我们不应该只局限于卖花 拓展一些相似的种子 也是没问题的吧 你看你的那些小画 肯定都被当作礼物买走了 如果再加上我们的鲜花 那就是一份非常完美的礼物了 对啊 姐 我也这么想 对了 姐 你这两天 有没有去老年大学给他们上课呢 已经上了两堂课了 不是吧 谁给那些叔阿姨上茶花衣服课 是不是特无聊 四豪啊 这一次你可真错了 你知道吗 我的学生里面啊 有大学教授 也有机关领导 有艺术家 还有工程师呢 不会吧 会呀 你知道吗 他们都是退休以后 不甘于在家养老 主动追求生活的人 他们才是真正热爱生活 懂得生活的人 这也是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的 对 姐 你说得对 我在那边学习 对了 咱们那插花课落实了 咱们先试试 每周六下午两小时 就在新花店 然后现在报名呢 有十多个人 我只留了十个 剩下的呢 下期咱们再服务 先试试看 看来呀 你的思路是对的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啊 都提高了 这茶余饭后 听听音乐 插插小花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嘛 子昊 真的要感谢你 谢我干什么呀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不愧是我的好弟弟 对了 姐 要不我请你吃牛排吧 你自己做吗 对啊 小念吃过 米其林三星标准 真的呀 嗯 但是今晚不行了 今晚我有约了 下次 下次一定尝尝你的手艺 行 那咱们改天再约 好 好了 姐 那我就先走了啊 好 你也早点下班吧 好嘞 拜拜 姐 拜拜 拜拜 今天我带小凡去花店 你自己一个人来就行吧 好 好 我麻烦你了 跟我还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快点走吧 快点开车回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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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可爱 来 给你钱 我给你钱光明 拜拜 伯伯 妈妈 我今天棒棒棒 你姓瓜瓜呀 孩子 好了 妈妈 元元姐姐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 快了 伯伯去接她们了 可能再回来路上 人家小樊乖乖 马来想吃什么呀 我给你熬葛葡萄 好 元姐姐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那太好了 我们回来了 欢迎光明 小樊 太乖了 好样了 好样了 这孩子练得都好入国了 是吧 小樊 这是我送你的饭 这是谁呀 我的妈妈 你把妈妈送给我 那我也要换妈妈 把我的妈妈送给你 好啊 小女士 要她真能够梅花好 看看多好 这孩子就多有爸有妈了 你来啦 送给你的 又买花啊 谢谢 应该谢谢你商量 让我送你回家 走吧 好 其实我想了很久了吧 一直到今天 我才能鼓起勇气 好 今天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爱你 来 这个人儿 我想了想了 你自己应该会带过她 你自己的朋友 谁知道她是你 是你自己的朋友 为什么 闭上你 你自己的朋友 姐 我已经到家了 你放心吧 我待会儿就上去了 我怎么又在你车上睡着了 可能是我最近太累了吧 我睡了很长时间吧 你睡着的样子真美 你睡着的样子真美 那我先回去了 这个 你还是先收下吧 先放你这儿 有信 有信 这个礼物我不能收 它不是一般的礼物 如果我收下了 那意义就不一样了 你能不能 再多给我一点时间 好吧 有信 我现在已经觉得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 谢谢你 你能陪我再坐一会儿吗 我 我的天啊 我好久不见了 那我呢 我可以这样子 我可以这样子 你去哪子 我可以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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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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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管我 你让我再喝一点 好了好了 别闹了 你别管我 走 走 我回顾睡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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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亦 吴亦 你知道我为什么喝这么多酒吗 因为我难受 我觉得你就没有把我当老婆 我从来都不信任我 你喝多了都断片了 别闹了 快睡觉 不睡 我们离婚吧 说什么 我说既然你不相信我 对我不信任之后你就离婚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会睡觉 我不睡我不睡 你背着我给周四航打电话 问他我是不是他的情人 对不对 你还敢说你们之前不认识 他打电话给我找我算账 问我为什么要害他 原来你们早就传说好了商量好的 是他让你不要承认这件对不对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原来 你在你年龄我就是这么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吗 不然你说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对饭团揍了那么多 我之前就是 仅仅只是认识他我才会去找他呢 哎呀 哎呀蒸羊糕蒸熊掌青椒腐竹 红烧牛肉还有红烧 哎这是什么 红烧牛肉 对不错 我把你拿一下 拿きた 干嘛呀 你每次都打我 你洗手了吗 那这不知道拿筷子吃饭 我尝尝 是尝尝尝尝尝尝 尝尼得有人样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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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尝尝尝 这得往长远地看 不我觉得反响还是挺好的 这生意太好了也不好 您这说的什么话呀 生意好那才叫成功 那你说要是梅花 要是练上这生意 她就不嫁人了怎么办呀 您就少操点心吧 这吴小姨的人多了去了 那那也顶不上一个程律师 我看啊 要是程律师和你小姨结了婚 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太般配了 般配吗 您觉得特别般配是吗 不懂就别瞎说 我和大叔在下叫般配呢 说什么说 你和大叔 我没教育好孩子呀 我真对不起 我真是 我一定要罚我自己吃一块红烧肉 爸爸 梅花阿姨和圆圆姐姐真好玩 是吗 爸爸我还要跟梅花阿姨一起玩 那梅花阿姨等我的妈妈 你这么喜欢梅花阿姨啊 爸爸也喜欢梅花阿姨 要是爸爸和梅花阿姨结婚的话 也会同意 那妈妈呢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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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和爸爸不合适 所以分开了 但是妈妈永远的爱人 就像爸爸一样 永远来人 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小凡 如果爸爸和梅花阿姨在一起生活 你会同意 那圆圆姐姐会住在一起吗 当然了 你 还有我 还有梅花阿姨 圆圆姐姐 我们四个人在一起生活 让梅花阿姨分开 那跟别人家就一样了 我一直都很羡慕他们 一样 跟别人家都一样 妈妈 什么时候去找小凡啊 怎么 几天没见小凡就想他了 没有 只是答应教他数学题而已 圆圆真乖 越来越有大姐姐的样子了 姐姐嘛 就要有个姐姐的样子 幸亏没让你们俩住在一块 要不然你们两个小大人 还不得斗死大家呀 妈妈 要是我能天天和小凡在一起就好了 就有人陪我玩了 我们来听见 我们来拍照 我拍照 现在把他拍照 啊 我拍照 我拍照 你ara 伙计 我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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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上班去了 行了 没有话跟我说吗 我帮你干吗 你至少回答为什么 刘爱琴 我告诉你了 我已经快给你逼疯了 我不管真相是什么样的 你至少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吧 你要是不相信我 那就离会吧 好 我随便你 我随便你 妈妈 媛媛 我的宝贝女儿怎么来了呀 姨父送我过来的 是吗 因为我跟她说 我很想来这里看一看 那姨父呢 她已经回去了 媛媛是不是饿了呀 妈妈给你烤了面包 现在应该熟了 带你去吃啊 好啊 爸爸 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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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跟小夏姐姐玩会儿 我要跟爸爸玩 快去 去呀 媛媛 有什么事吗 我今天来本来想跟你说孩子的事情 可是没想到真的见到媛媛 你一定要这么对待我吗 我上次就跟你说吧 不是什么事情你都可以阻拦的 亲情你就阻拦不了 就算我以后来成了丑人 不管怎么说 媛媛都是我的亲生女儿 你闭嘴 你要是再想这种话 就请你出去 想想你是怎么对我跟媛媛的 什么亲情 什么女儿 你以为是你安逸的时候就可以忘记 需要的时候才提起吗 媛媛 你觉得你有资格这么跟我说吗 咱们俩不过彼此彼此 你是自作自受 算了 想跟你说这种话 一定是浪费时间 算了 我们俩就不要再彼此伤害了 我们俩就不要再彼此伤害了 我今天来也不是想跟你说这些 我就是想见到媛媛 见到我的亲生女儿 我真的很想很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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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是人 孩子是人 是有感情的 孩子是人 不是玩偶 你想要的时候就要 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抛开 不管不顾 再说了 你巫义现在不是有儿子吗 何必再提起 已经被你抛弃的女儿呢 是 媛媛 不是说饿了吗 来 吃东西了 妈妈 我不想吃 是因为爸爸的关系吗 妈妈不是跟你说了吗 现在不可以见爸爸 绝对不可以 除非等你长大了 可以有自己的 判断能力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什么时候想见他 你就什么时候去见他 妈妈 现在不能见 快点吃东西 妈妈 你们都要不认我 我明天很想见他了 妈妈都不久没有见他了 怎么回事啊你 把盘子摔破了什么意思 是不想吃饭了是吗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到下顿饭 你休想该是任何东西 不吃就不吃 你哭什么哭啊 别哭了 给我批回去 我要叫爸爸 孩子嘛 原有不哭啊 走 姐姐带你吃饭的鸡去 快 issible 什么 Cannot 出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中午还没有吃饭 要不要一起去吃啊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姐姐能跟你做点啥呀 我又帮忙让你忙 我就得把你的身体照顾好了 有个好身体你自己出去打拼 是不是 身体杠杠的 姐姐这也算给你做了点事 喝了这个呀 我就变得健健康康的 然后更加努力工作 嗯 带劲 我就一直想问你呀 那个程有幸 她没跟你说点啥呀 她 她 她就没跟你疲惯 你们俩可以结婚的事啊 她可是个大好人哪 真的 如果要是你们俩成了 那真是 那是天下最好的好事了 真是 了了姐姐一个心愿哪 要是我能跟她结婚 我相信对于媛媛来说 肯定会是一个很好的家庭 我就爱听这个 说得太对了 她真是难得的好人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啊 她已经跟我求婚了 啊 颤抖 哎呦 谢谢老天的姐 谢谢老天的姐 但是我想再等一等 等等 你等什么呀等啊 啊 那那那那 那无意那那混蛋 哎 那什么人渣呀 她都结婚了 不过得好好的 我跟你说 你就得向天下人说 哎 让他们看 你过得比他们 比无意幸福 我是怕媛媛接受不了 她现在年纪这么小 我怕她不能谅解 你想啊 她刚跟她的亲生父亲离开 如果我再婚 会对她造成伤害的话 那我宁愿选择不解 你看你说的 这圆圆多大呀 她是个孩子 是不是 那古人都说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孩子长大了 她翅膀硬了 她就飞了 孩子呀 你不懂啊 你有你的后半生啊 你得为你以后着想 你说呢 而且圆圆这孩子 咱们都知道 她又聪明 又懂事 你跟她好好说说 能说通了 她不计较的 不要了吧 我不想这么急 我想再多一点时间 好好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 你就不怕你考虑考虑的 这么优秀的男人 让别的女人抢走了怎么办 那就只好当做 不是自己的缘分了 我 你就是让我着急呀 妹呀 妈妈 你不是说陪我睡觉的吗 来了来了 妈妈陪你睡觉啊 走了走了 这个是小凡让我拿给你的 这是小凡自己画的啊 嗯 画得真好 小凡她跟我说呀 她非常想念梅花阿姨 因为 在她最难受的时候 是梅花阿姨天天陪她在一起 她们也是于梅花阿姨 她们由梅花阿姨